一輛巴士星期五凌晨是躺在西貢失控撞樹後起火 司機被拋出車外受傷 傷者頭部和手部受傷 在救護車上接受包紮頭再鬆軟治理 他當時仍然清醒 巴士右邊車頭嚴重憤慰 凌晨零時左右 巴士沿西沙公路向馬鞍山方向行駛 當去到水浪窩對出時 司機聲稱閃避一隻牛耳失控 東京協議員